又多一辆新列车 准备朝圣 在雄狮旅游与林业 及自然保育树林铁处规划下 有一栋美术馆之称的福森号 将于7月28日正式启航 福森号former sensors 用大片块木板材打造 一踏上车厢 会闻到天然红块 与台湾扁薄的特殊香气 外观为黑色窗框 坠以红色线条 165公分宽的观景窗 可将户外绿一样 第一风景尽收眼底 而古典小壁灯 弧形天花板 再加上黑色铁剑拱门 交织出复古温润的典雅氛围 首创台湾火车上的数位画框 每节车厢均配置17寸 你这艺术荧幕 精选轮播阿里山美景 极家艺画家 陈城波作品 福森号车厢选用英国进口天然牛皮 人体工学座椅 是全台火车唯一 更引进航空及厕所等先进设备 福森号行李架 座位下方 有隐藏版的挂钩 可以挂包包 多灵站享用 由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为福森号客制酒工格 木质便当 并腰需一草森林 协助开发车上侵蚀 结合森林 自然等意向 以独特的手工点心 搭配在地茶 爱雨 咖啡等饮品 阿里山高山茶海拔起点 恩水社寮或离原寮站 安排 森品名品茶体验 一次品尝 不同高山茶茶种 搭配情声及茶室专业讲解 身心灵都能悠然长阳茶香中 嘉义新装红茶 是开在嘉义大学 新民校区 对面巷子的一间小饮料店 卖的品项只有红茶跟红茶牛奶 但是就是这样一间 看似简单的小店 竟然已经开了70年 一块简单的律师招牌跟一块菜单标价的牌子 就吸引了无数人来拍照打卡跟风 不过有分带装杯装瓶装 现在还喝得到这种古早味的带装饮料 真的很让人怀念 另一大看点就是这个很酷的酒瓶装红茶 简单朴实却有特色 带装的就会用塑胶袋插吸管 让你有怀旧的感觉 一包有800cc喝起来很顺口 不会过于甜腻 也没有红茶的色味 奶茶是用瑞碎鲜乳再加上红茶现场调的 甜度都是固定的 喝起来都很爽口 有想要来潮生的朋友可要抓好时间 泰文来卖完就收摊了 说到嘉义泰式料理推荐 应该不少人都会说是泰老涛 店内除了卖泰式料理 也有各种泰国泡面 饮料小点心 店家鞋对面旁边就有一个收费停车场 所以停车还算方便 泰老涛招牌可能因为历史悠久 都有点退彩了 但外观还是颇有泰国南洋风 饮料是需要另外点 泰国啤酒 泰国果汁 泰国豆奶都有 泰老涛菜单分成锅物 咖喱 汤面 小菜 现炒等级类 价格50元起跳 可以依照客人喜好来选择辣度 点4道菜 刚好充满衣桌 分别有泰式柠檬鲁鱼 泰式咖喱鸡 姜麻鸡 嘎抛辣炒猪这10样 出菜速度算蛮快的 不会让客人等太久 跟在泰国吃饭一样 白饭都会用这种银色饭过妆 想吃白饭就自己从里面挖 这个阿泡辣炒猪 很明显跟印象中的 打泡猪完全不同 比较像是台湾滷肉造的 多肉丁酱汁版 吃起来蛮下饭的 猪肉 番茄给不少 但就跟之前吃过的 泰式打泡猪很不一样 泰式咖喱菜单上 可以选择泰式 椰奶 凤梨等三种口味 做法应该比较算是红咖喱 鸡肉则是用棒棒腿害小吃 分量大概5-6个 肉质软嫩好咬 泰式柠檬如鱼280元 酸酸辣辣的很不错 也是白饭杀手 焦麻鸡160元 有大份小份不同价格 这是小份 但分量其实不少 酥炸过后的去骨鸡腿排 淋上焦麻酱汁 肉质鲜嫩且带有酥脆口感 配饭吃超好吃 老派复古咖啡厅的风格独特 很好取景拍照 这篇分享的新华美西装社 前身真的是西服店 店里还保留了以前的老照片 与建筑本体 走上二楼更是非常复古 踏踏米作息加上日式团子 真的有像在日本老茶店的感觉 新华美西装社 一楼是吧台的座位 二楼则是一般座位 以及需要拖鞋进入的踏踏米区 整体外观跟内部都非常复古 保留了原本老建筑原貌 还放上整套的西装 以及裁缝机 在柜台点餐结账后 再由工作人员安排座位 一人低销一份套餐 团子可以单点 松饼跟团子很难选择的话 也有双拼套餐 另外还有咸石咖利 套餐的价格在280到360元间 松饼套餐搭配了无糖的贝茶拿铁 带着温暖的贝茶香气 味道蛮浓的 不加糖也很好喝 松饼是日式松饼 可以淋上糖浆沾着吃 失手到太多有点甜 单吃就好吃 外层有点酥度 里头是松软的口感 冷掉口感跟味道 也都算优秀 团子套餐是两串 后来又加点了一串 两种茶口味 抹茶 贝茶 另外一串则是面茶 贝茶团子上放了杏仁碎片 抹茶团子上撒了点荞麦粒 面茶团子撒了点面茶粉 口味上都不会太甜 团子没有烤过 咬起来很Q 松饼跟团子比较的话 松饼大胜 饮料则是搭配蜂蜜柠檬 清凝气泡雪落 有清爽的柠檬香气 可以用汤匙咬雪落来吃 新华美西装社 连平日生意都很好 消费还会送一个透明扇子 上头有西装的图案 算是很有特色的咖啡甜点店 新华美西装社 中文字sama 杏仁碎糖 调色的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